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數線上有負荷、0、2、3點 已經打算在此數線上標這個P 跟這個Q 這個數的話是小P 這個點代表了數 這個點代表了數 且這個PQ負偽導數 就PQ負偽導數 也就是說P乘Q等於1 若P在A的左側 P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P的話 它是小乎2 這個乎2 它是小乎0 好 那麼他問說 那Q在哪裡 那現在問題是 但是P乘Q等於1 也就是說Q是等於多少 等於P分之1 那我就給它導數 導數以後的話 這個P分之1 它會大於多少呢 負2分之1 不過還是小乎0 這個還是小乎0 這個呢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Q 那大於負2分之1的話 假設負2分之1在這裡 負1 負2分之1大概在這裡 好 這個大概是Q在這裡 小Q 好 那麼他問說 那Q在哪裡 那Q的話 就在什麼呢 就在那個AO上面 在AO上面 在AO上面 而且的話 AO跟OQ的比 這個AQ的話 AQ 它會大於多少 AQ它會大於多少 這個是OQ 好 因為中間是 中間是負1 一般來說是負1 Q的話 是在負1這邊 甚至呢 比什麼呢 比負2分之1的話 還靠近O 也就是說 AQ呢 會比 那個Q OQ大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選 哪裡呢 應該要選B B的話 就是說 Q是在AO上面 而且AQ大於 QO 大家應該要選B